临床当中这种老年性的便秘或者是习惯性的便秘 还是以这三种肠胃积热型的 气急预质型的和气虚型的经常在临床中遇到 老年性的便秘一般来说气虚便秘和阴虚便秘比较多见 经常比较常用的就是补中益气这一类的 补气滋阴的这一类的药物 现在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 老年人这种食热型的也是会经常看到 还有就是精神因素 很多老年人脾气比较怪异 爱多管事啊 爱操心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愈致 所以现在老年人的便秘就是更加复杂 更加难以治疗 服用国导片这一类的是我们不倡导的 因为它就是一种是属于一种刺激性的血迹 长期的服用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黑肠病啊等等 它也会造成这个肠道对这些药物的不敏感 反而会加重便秘 感谢观看 工夫 给予人天方出品 既然会发生了这些童子